有一道菜,非常适合送饭 吃起上来香辣开胃,做起上来简简单单 今天Hurry就跟大家分享的是干扁四季豆 虾皮用温水浸泡15分钟之后 留起来瓊干它 四季豆就先将头尾两端 那个尖尖拔掉它,不要摇 剩下的就是撕成三段 四季豆一定要用水墙 所以我们先准备煲一煲水 在等待水滚的过程中 200克的猪肉搅碎 如果不怕累就可以手工剁 手工和机械分别就是口感不同 手工吃起来的话有点咬口 而机械搅的就比较细腻一点 按你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 肉沫放到碗里边 放一汤匙的生抽 一汤匙糖 一茶匙的胡椒粉 搅拌均匀之后就放到冰箱备用 大概腌20分钟左右 水滚之后我们放入四季豆 搅三分钟之后撈出来 瓶干水 然后撻扁之后就剥了外衣 接着再切成肉 红葱头又是去皮切粒 以天昭就切了顶部的部分 然后再切小粒 如果不太吃得辣的 就要把内部的籽去掉 炸菜切粒放在旁边备用 我们中火开锅 加一点油 油热之后就倒入四季豆 平铺均匀手热 我们的目的就要把四季豆的水分炒干 所以需要不停地帮四季豆翻身 免得炒焦它 炒干之后关火炸起备用 洗干净锅之后就中火开锅落油 油热之后倒入红葱头 爆香之后就放入虾皮翻炒 闻到香味之后就倒入已经腌制好的猪肉翻炒 注意一定要把猪肉炒成小粒 不要搅成一块 猪肉很容易炒熟 然后倒入四季豆翻炒 炒均匀之后就倒入榨菜和自天椒 继续翻炒均匀 再放入一汤匙生抽一汤匙糖 翻炒几下 大概十秒左右就可以关火出锅上碟 是不是很简单 我太太很喜欢吃小炒的 因为有家的感觉 你也试试吧